第30題 將鉀物體放入玉體中如幼圖所示 若鉀的質量為60克 體積為120立方公分 則鉀在意面下的體積佔全部的體積的幾分之幾 我們 從題目上面說鉀在意面下的體積就可以知道 鉀應該是符著 但是我們應該是要從它的密度來看 密度呢 D等於v分之m 我們發現體積是120 那麼質量是60 所以它的密度是0.5 因為鉀的密度比一體密度小 所以鉀會浮起來 因為它會浮起來 所以它可以利用所謂的浮體的公式 我們只要在浮體的公式裡面 浮力會等於物重 所以這一題來講 它的浮力就是60克重 那麼就等於它的物重 但是它題目要問的是鉀在意面下的體積 鉀在意面下的體積就是所謂的排開一體的體積 我們又曉得 浮力一定是所謂的排開的意中 也就是排開一體的體積乘以一體的密度 所以這一題的浮力有60克重 我們不曉得它排開的體積有多少 一體的密度是1.2 所以排開的體積呢 應該就是50立方公分 所以呢 意面下的體積也就是 排開一體的體積是50立方公分 而全部的體積呢是120立方公分 所以它佔120分之50也就是 12分之5 所以第30題問我們說 澤甲在意面下體積佔全部體積的幾分之幾 我們答案呢選擇是A 12分之5 都可以選擇的體積 提供 也請